因為新冠疫情,台南市衛生局在那一百零九年 二月二三正式啟動風疫的轉帥 經過將近一千兩百天 風疫轉帥另外沒有賣沒有戀 二十四點前來修好市民 提供疫情單一的竹筍湯口 讓武的品質清除市民的均勁 現在隨著疫情的改風 衛生局風疫轉帥 也將在五月三十一號來鐵場 最后衛生局也特別基盤跟我們鐵火 包括市長安慰鐵 衛生福利寶一百關節書長莊仁翔 也都特別教長在這裡 謝謝我們防疫專線 這邊這麼多好朋友 其實各位都是我們的弟兄 從剛剛看到的 從2020年一直2月23日 一直到2023年5月31日 這三年多的時間 我們終於走出隧道 看到亮光 繼續我們正常的文献 以及社會市區的溫柱運作 感謝中央跟地方的英雄 感謝第一線跟我們決策圈 祝福大家 我首先要謝謝黃市長所帶領的這個防疫團隊 跟書局長 那在開始有第一例的這個病例之後 那他們在很快在一個月之內就成立了這個防疫專線 那而且他們這個是24小時的服務 那這些防疫專線人員 事實上沒有他們這個沒有 就無法及時解答跟這個回應這個民眾的需求 那這個部分也因為有他們資源 所以我們的防疫人員工作也比較順利 所以這個民眾也比較安心 所以我要特別 就聽書局長說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要特別來致意 也感謝這個黃市長所帶領的防疫團隊 都是我們國家的這個防疫英雄 然後市長和市長也在一般中 標用風液優功的人員 包括醫療醫所 醫護人員和風液專線人員頂 感謝他們對風液的貢獻加付出 大蘭西門營跟彩虹保德